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股或是全球股市目前会受到两个数据去做影响 第一个就是美股总市值除以GDP 另外一个就是热钱在作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数据的确是呈现在衰退的现象 目前在经济扩张维生就考验费德智慧 全球央行如何来挽救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经济目前已经开始面临衰退 已经开始有市场传言说 德国经济第三季有可能连两季衰退 最主要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影响到它的出口 我们都知道德国是一个汽车出口大国 虽然外在环境影响之下 德国经济数据就不会太好 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台湾的 台湾外销订单是呈现连九黑 连九黑但是这边经济部释放出来的运气 就是说 这边下半年经济还是电子旺季 还是有可能存在 这5G建设或是物联网或是AI 有机会受惠中美贸易战的转单效应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些个股 因为华为要去美国化 所以很多台厂供应链 因为这个消息而跟着大涨 这边扭转经济众哥认为最重要还是 是这礼拜的全球央行会议 我们看到下一个 全球央行即将在这礼拜五 举行了一个央行大会 那这边我们就市场上会期待说 费的在这边会讲出什么话 这报额主席会不会释放出一个更宽松的运气 那市场上都在期待 这个报额主席在讲些什么话 那目前行情就是会处于一个震荡盘 震荡盘这边就是受惠 因为热钱的因素这边大幅度震荡 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个盘会呈现大幅度震荡是因为热钱 但是这边跟大家讲 如果你不是一个指数操作者的话 目前盘面上或许不会是太大重点 你应该把重点放在一些各股的焦点上面 因为盘就是处于一个6月19号缺口到8月6号收缴地点 这边来回去做震荡 当这个大盘开始跌下或是全球股市跌下之后 这些投机热钱发现这边股票 又来到一个相对低点 所以钱又马上跑入到风险性资产 当这个股价又涨高之后 他们又跑回去债市 所以目前在这个动荡阶段会处于盘整 盘整等待一个方向 但是个股可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看到下一个 好比说我们先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6568宏观 那6568宏观 目前的波段已经上涨三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盘面上这些盘 盘面上这盘或许只是一个 只是在一个区间这边跑来跑去 但是个股就非常的热 除了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宏观之外 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下一档 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6683的佣智 6683佣智可说是8月第一大标股 那宏观跟6683到底在涨什么 就是在涨这个华为去美国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华为要去美国化 那转单效应跑到了这个6568宏观 或是6683的佣智 那甚至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下一档 我们从宏观跟佣智又跟大家分享下一个资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档资料 今天涨停版 所以盘面上有很多的机会 那当盘面上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群组跟大家去做分享 就好像去年10月那一波 我们跟大家提醒 这边要很小心 那我们交易指数这边的半空是赚了1200点 那今年5月我们也提早跟大家讲 接下来你要小心 这边的指数不会是太大重点 个股有可能会开始呈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所以我们去年10月避开那一段 今年5月也避开下跌这一段 甚至今年8月我们也避开了 虽然这边的盘面上个股才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那如果出现大盘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Lite上面 及时跟大家做分享 虽然盘面上如果你想知道一些及时讯息的话 就请锁定志龙哥的股动人生Lite群组 以上谢谢 是谢谢龙哥的分析 更多盘中即时消息选股策略 欢迎加入龙哥Lite 那曾经即时通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